我不是想见他们 那三条毒蛇就关在里面 小韩 清晰 乐乐 朵朵 朵朵是你们朵朵 你们还好吧 醒醒 朵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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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韩 小男 你怎么可以这样对他们 我求求你 把他们放了吧 老头 我之所以把你带过来 就是想要在他们面前 告诉你隐藏在那件事情 背后的真相 你们今天到底带我来干吗 我们今天给你介绍一个人 是一个著名电视剧导演 这感觉定了 这感觉定了 我们这么做是不是有点过了 是啊 多多他太单纯 你们说他会不会 行了 来都来了 还想那么多干吗 他尝到了甜头 肯定会感激咱们的 为了金晴 他们可以出卖自己的朋友 去和别人做那些 肮脏龌龊的交易 哥哥 我劝你还是睁开眼睛 看看你这些卑鄙的朋友吧 你们的友谊 在金钱面前 变得那么的一文不值 你别再说了 我求你别再说了 我真后悔 我当初不应该把 这件事情告诉你 你太天真 太善良了 你知道什么叫以血还血 以泪还泪吗 我们一定要把自己 失去的全都找回来 小楠 小楠 你认为你这样做 就可以把失去的一切 都找回来吗 小楠 我求求你 放手吧 你知不知道你这样做 是犯法的 不会受到法律的惩罚的 为了你 我愿意承受任何惩罚 我告诉你 用不了多久 我就会把这件事情结束的 表面上看 梁朵朵是受害人 也是最有作案动机的人 但实际上 他并没有实施犯罪的能力和决心 真正的犯罪嫌疑人 是更具行动力的 罹难 你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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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南是凶手 确定无疑了 喂 小楠 你听着 马上追踪李南的手机信号 确定他的具体位置 立刻通知我 好 知道 稍等 撤 小楠 你干什么 在那里缩手 小楠 我给你们三分钟的事情 不然你们都得死 徐队 我不但找到了李南的手机位置 朵朵的手机位置我也找到了 他们两个人 现在应该在同一位置 好啊 小楠 原来刀在你手上 你真阴险 你们也好不了哪儿去 小楠 你住手 你是个魔鬼 我恨你 你恨我 我这一切都是为了你 你恨我 我这一切都是为了你 你恨我 你 你放开我 我又没让你杀人 还说为了我 你把钱都给了别人 你个扫女人 还能拉女人 不要过来 我们是朋友 快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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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别过来 你们再过来 再过来 我真的动手了 累了 走开了 多多 我爱你 我爱你 住手 别好 快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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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爱你 快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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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够了 要 不用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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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走上了不归之路 心里扭曲 这以前 听都没听说过 现在 这案子就摆在咱眼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住我父母家 不就一小家吗 虽然我是月光族 孝敬父母的钱 先记账上 就当贷款了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 就咱干的这行 咱这一点收入 我要啃老 我父母还不得乐开花了 你知道吗 我爸我妈她为啥高兴 为什么呀 因为我父母 心灵不扭曲啊 虎妞 你今天来 是来看我来你 还是来气我来啊 你就不信心 走走走走 楼队 楼队 来 来 来 咱吃根香蕉 压压火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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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啊 帮我们修好了 没事 晶晶啊 你这个同学还挺体面的哦 以后啊 不要和那些小黄毛打长毛 这小混混一块儿玩 听见没有 妈 那都是多少年前的事了 不好意思 谢谢 雷静 你还有这样一段光荣的历史啊 我越不叫她干什么 她越干什么 妈 你这说什么呢 阿姨啊 您能跟我说说 当年刘京都干了些什么事吗 去去去 别添乱啊 不是 我主要好奇的是 一个当年的叛逆少女 怎么成为一名优秀的警察 警察 妈 晶晶 你又惹什么事了你 妈 妈 妈 我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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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啊 没有就好 你帮我把那事 都抢了 你不想这样 我先上去 你来看看 你这下来 你不想这样 不想这样 那些算法 我说了 我真正诚 你也不想这样 我先上去 你这下来 我先上去 他有什么人 你这下来 就这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怎么回事啊 没电呀 喂 你好 请问贺文丽在家吗 我姐不在 我是她妹 你是谁啊 你是她妹妹啊 我是她一个朋友 你姐前两天跟我说她最近心情不好 不想活了 不想活了 我是关心关心理姐 喂 你是谁啊 我是谁不重要 重要的是多关心关心理姐 喂 喂 喂 我姐夫想活了 怎么会有谁的声音 姐姐 姐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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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静 你姐姐的事我听说了 别太难过了 一定要节哀 走 我们去里边聊 不 林雪 这件事 我不想惊动过多的人 林雪 我们俩是多年的同学 又是好朋友 你一定要帮帮我 我不相信我姐姐是自杀 你一定要把我查清楚 我不相信她是自杀 她不可能会自杀的 林雪 你帮帮我 你帮帮我 静静 我了解你现在的感受 可是就凭这些感觉 是没办法立案侦查的 可是 我在去的前一天 已经跟姐姐约好了 要一起做头发 去买衣服 而且你也见过我姐姐 她不是那种悲观的人 况且要自杀 为什么不穿衣服呢 你有没有想过这一点 这一点非常让人不可思议 而且我了解我姐姐 她是一个愿意把自己 最美的一面留给别人的人 怎么可能 就这么迟身露铁地走了呢 你就是因为这些 所以怀疑你姐姐不是自杀 那说不定 她觉得自己的身体 是最美的呢 不 不会的 对了 你在我们那区读书的时候 有没有听说过有人自杀 没有 没有 可是你知道吗 听说我们那个区域 已经有两个人自杀了 听上去是有很多可疑之处 我现在能帮忙做的 就是再去一趟现场 对了 南山社区连续发生了 三起自杀案的情况 大概就是这样 贺门利案 就是最近的一起 林雪 我们大家都知道 你和死者家属的关系 家属的心情我们也很能理解 但是这个案件我怎么看 都怎么觉得是自杀 没有什么疑点 我不这么认为 我觉得 我们好像忽略了一些细节 南山社区陆续出现的 自杀事件 可能是一种犯罪模式 也许是案犯的一种伪装 而且 凶手 很熟悉警察的办案程序 避开一些关键细节 或者制造一些假象 让负责该票的骗警 误以为是自杀 那为什么时间间隔都是两周呢 又为什么 都是发生在南山社区 这是南山区片顶传量的资料 和医院出事的死亡证明 连续的这两起自杀事件 加上贺文丽自杀事件 只有一家家属是直接通知医院 另外两家都是第一时间通知了警察 还进入调查 这家家属 认为死者有自杀倾向 所以 一直没让我们介入调查 其他两家呢 一个叫刘凯峰 十七岁 跳楼获救 另外一个叫何文丽 触电已经身亡 他们的家属 都要求公安局立案 但是没有获得批准 所以你同学才会来队里 找你帮忙 贺文丽自杀前 她的男朋友 刚刚对她提出了分手 并且和其他女人结婚 我猜测 贺文丽可能是因为这件事情 受到巨大打击而自杀的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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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包 不说了 现在不要盲目推测 等咱们调查完了之后再说 如果不是自杀的话 那么这个罪犯很棘手 她选择的作案对象 都是有自杀动机的 所以才会引起争议和混淆 今天给你买的这些东西 你喜欢吗 喜欢 当然喜欢 以后你要听话 听话以后想要什么 就给你买什么 我也知道 你ziękuję 这样 就在耳朵螈铀 给我什么 也abanon 来了 你호基镖 你俩有人 planning 你帮而选择wife 你便宣伤 我到了 των一 你一辈子 小鹏 你跟那个小鹏 是不是傻斗思连 我没有 那他为什么还对你纠缠不清 天天往咱家塞信 我怎么知道 你问我 我问谁 你到底是选择我还是选择他 如果你选择我 你就去告诉他 让他滚得越远越好 小鹏 小鹏 你明天有时间吗 我想约你见一面 有些事情想跟你说 当然可以啊 其实我早有很多的话想跟你说 那我们就明天见 小鹏 我求求你 你还是忘了我吧 李玲 不是我不想把你给忘记 可是我越想把你忘记 我会把你记得更加清楚的 我知道 他比我有钱 他会给你优越的生活 但是我也可以啊 你给我一些时间 让我证明给你看好吗 小鹏 你不用再去证明什么了 我想你现在需要更多的理智 去面对现实 你这么优秀 一定会找到一个比我更好的女孩 莉玲 没有人能跟你相提并论的 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好吗 你是这个世界上唯一值得我去牵挂的人 如果说连这个机会都不给我的话 那我只能去死了 小鹏 我劝你冷静下来 你不要再这么执迷不悟了 不要把时间和精力浪费在我这种人身上 不要再纠缠下去了 再这么下去 我会被你们逼疯的 李玲 你听我说 我不听 我不听 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了 对不起 忘了我 我 但是其他人还是让人员 让人能够得整个爱 你要不要自己 让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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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官员 紧ikes 不带走 你能来调查 我就放心了 我们目前 还不是正式的调查 我们现在还确定不了 你姐姐是自杀还是她杀 我明白 事实上 前一天我们在电话里 她跟我说了很多 她说她要换工作 要去别的城市 她要去哪儿 她没有说得很清楚 可能正在联系吧 我还跟她约了时间去做头发 姐姐对我非常地好 小时候我爸妈去世得早 我小时候的辫子 都是姐姐给我输的 黄文姐 我希望你冷静一点 这样 我能去 你们的卫生间看一下吗 可以 我知道 我寻找在这儿 他 我 你 你 让我 我 Р 你 我 你 我 你 没有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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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当时是怎么发现你姐姐的 当时我进到卫生间 很黑没有灯 我突然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 然后我就看见我姐姐躺在浴缸里 你再回想一下 那天你看到你姐姐在浴缸里的时候 你确定当时的拉门是关着的吗 不确定 当时的每一个细节 我都记得很清楚 好吧 宁雪 回队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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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权印度 mixing Programmate 是ems足 Unternehmen 等起显 silhouette 总是我们留下腿的事情 发生后出现的后悔行为 除此之外 没有发现有他杀的迹象 但是录音遗书很奇怪 就录音的语调和情绪而言 没有明显的轻声信号 自杀倾向也不是很明确 唯一说的就是我走了 现在刘凯峰跳海了 那我们是不是就可以理解成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 刘凯峰准备自杀了 如果刘凯峰没有跳海 也能够 与与他离家出走的语境相容和 也许有人在利用他的处境 会装成自杀呢 技术处理完毕 这段录音没有发现任何拼接的痕迹 罗队 你这么急把我叫出来 有什么发现 在他们家的卫生间里 我发现一个新的情况 情况 是的 按照一个正常人的逻辑 是不会舍近求远 用上面的插座 所以 我认为 他们家的剑吹峰 是别人插上去的 制造了一个自杀的架下 这是我在他们家 电源开关上取到的一枚指纹 我怀疑 这就是犯罪嫌疑人留下来的 等我们回队里查一下 好 走 大家看 这是我在贺文列家发现的心情 这个插座是离洗澡比较近的地方 但是隐藏在洗衣机的背后 在离这个插座比较远的地方 还有一个插座 当时的吹风机就是插在这个插座上 我想不通的是 受害者为什么舍近求远 用了比较远的插座 我想这个需要我们探讨一下 这很有可能是使用习惯的问题 这个插座裸露在外面 再说 比较近的插座是在洗衣机的后面 通常 情绪很低落的人 是没有那个心情 再去挪动脚重的物品的 你们看 这是他自杀时候使用的电锥风 电线的整体长度 刚好可以放到浴缸里 浩文静发现他姐姐自杀的时候 浴室的推拉门是关闭的 这会给自杀带来很大的不便 如果说浩文丽 在家里想自杀的话 那我想 他会用就近的插座 而不是舍近求远 那如果是他杀呢 那杀人的动机又是什么 我排除情杀 结合刘凯峰这个案子 凶手似乎是 专找受到过重大打击 想逃离现实生活的人作案 那伪装成自杀 对嫌犯又有什么意义呢 一 他是为了避免警方的怀疑 二 他主观地认为 他是在协助被害人脱离苦海 难道说 他们自杀前都准备了 录音遗书 那么家属听到的 是自己家人的录音遗书 便很容易相信 是自杀行为 但这么多起案件都是一个路子 的确不像真的 没错 看来这个凶手杀人的标志 就是使用了 遗言录音碟 我想 贺文那一家也应该有这样的路 林雪 你跟贺文静比较熟 你再去跟他聊一下 看看有什么线索 这三起貌似自杀的案件 都浮出水面了 结合每一起的轮廓分析 我们将给被害人建立 心理分析模型 既然有了作案动机的标志 凶手很难停下来 同志们 咱们必须在凶手 再次作案之前 争破此案 这个案犯 有独特的作案特征 它有能力给别人洗脑 让别人自杀 那么它的作案动机 又是什么呢 我 那有两集 应该是个原来的 这是一个第一集 这一集 遇到一位 同志们 两个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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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凌雪 这是我在姐姐的 购物袋里发现的 这有光碟上 有她的遗言录音 希望能够帮助你们画案 你们一定要招致凶手 放心吧 我们会的 录音没有被拼接过 我把它与被害人音频资料进行了对比 结果完全吻合 这说明 这是被害人自己亲口录制的 那会不会是被迫录音呢 比如说当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 爸爸妈妈 文静 对不起 我没法继续活在这个世界上 一切事情似乎都在和我作对 我以为我并不孤单 但现在我才知道 我的存在根本就没有任何价值 童话中的故事是不存在的 现实太残酷 我不愿意再承受这份残忍 停一下 无相 录音带里所叙述的内容 和被害人本身的心情很一致 听不出来有威胁的情绪 你是说 所有的录音都是被害人有感而发 所录制的吗 也可以这样推测 被害人是女性和未成年的孩子 嫌犯是男性 她一定是遭遇过什么不幸 在那之后 伤害她认为该受伤的人 从那时候起 她的世界观跟价值观就重新地界定 在她的眼里 她的所作所为都是正确的 于是 她通过一种特定的模式 选择性地接触被害人 她认为 必须结束他们的生命 才能了结他们的痛苦 她擅自替他人做出决定 结束他们的生命 这是一种 权利欲的象征 这跟曹明的自恋型人格障碍很像 你好 您的咖啡 谢谢 谢谢 人生在世 知己难寻啊 我们在QQ里聊得这么投机 如果不见上一面的话 真是蛮遗憾的 我感觉自己一天比一天消沉 谢谢你啊 我们素不相识 你还愿意出来听我说说话 应该的 这个世界上冷窝太多了 偶尔出现一个心存仁慈的人 我们就觉得难以置信 甚至是感激涕零了 她的穿着打扮 长相 以及工作身份都比较普通 看上去没有攻击性 所有的被害人 都很乐意让她进入房间 被害人里有单身女性 通常情况下 是不会让人随便进入房间的 但是这个凶手 带给人的感觉是和蔼的 是有安全感的 她给自己赋予了一种使命感 她去救赎 她认为自己无力救赎的人 在她的道德观里 她以为这是在帮助人做善事 做善事 难道她把自己自命为 仁慈的使者 仁慈 我记得昨天在QQ里 你聊得最多的 就是仁慈这两个字 你对这个词很有研究 我常常在想 这个世界上 到底还有没有真正的人词 在这个世界上 到处充斥着而鱼我诈 你还敢真正地做一个 表里如一的人吗 在职场上有一句话 叫做胜者为王 败者为寇 你仁慈了 这个世界就会对你仁慈吗 那难道 我要变成一个残酷的人 才能适应这个世界吗 今天已经27号了 距离贺文力自杀后两个月 只剩一天了 不 在我看来 只有自己对自己 才能做到真正的仁慈 而真正的仁慈 就是要让一个人觉得自由 而你的痛苦 也许是来自于你的不自由吧 不自由 你还真说对了 从小到大 所有的事情 都是在父母的规划下完成 工作 恋爱 结婚 没有人问过我愿不愿意 只有命令 而我也只有服从 我的不开朗 是我的错吗 你告诉我 我到底该怎么办 这就是束缚 这就是精神束缚 这个世界对你太冷了 这个世界根本就无视你的存在 那你为什么不换一个世界 去寻找你自己的温暖呢 换一个世界 你的痛苦来自于束缚 你的爱束缚着你自己 对我起床 我觉得你能跟着你们 优优独特 你能感受人有的 但是你能优独特